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赵少康首场青年对谈 今天晚上在台中开场与中部学子交流 畅谈两岸经济政治等议题 与三小时全无冷场 途中还接到了深受年轻族群喜爱的 贺夜秀节目CodeOut电话 赵当场答应受邀参加节目 现场学生惊喜群起欢呼 赵少康受台中一中学生自治串联党邀请到台中讲演 与学生交流互动 这是赵的首场与青年对谈活动 学生提问不断 提问从108克纲两岸核能一期低薪到重启特征组等多元全面性议题 赵少康正面迎计有问有答从晚间五十三十分起全程一三个小时 会后还大拍长冬签名拍照 赵少康与蓝营立委江启臣立委参选人黄建豪到场 三人都是台中一中校友 受到热情欢迎赵少康分享当年在一中求学的生活点滴 与学生搏感情对谈过程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新从贺夜秀节目CodeOut给赵少康询问 侯友宜、赵少康、柯文哲、赖清德这四个人 谁是比较不好笑的韩国瑜 学生兴奋欢喜,有人大喊 以上解释,引发全场报效 赵少康并当场答应主持人贺受邀上节目 全场躁动鼓掌 好,这个文章就是赵少康他和中学生去对谈 就是和年轻人去接触 这个是国民党的一个弱项 赵少康进来以后 他确实,因为他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也是老板 他从事传播业很多年了 因此赵少康有communication的经验,有沟通的经验 他是看到了在国民党这次竞选的过程当中 国民党最缺的就是年轻人的选票 年轻人根本不认同 侯友宜做不到的事情,由赵少康来做 赵少康说话比较风趣,比较有内容 而且也敢说 在这种情况下和年轻人来沟通 就是赵少康的任务之一 来弥补一下年轻人对国民党过去那种传统的印象 call out这个节目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赵少康同意上这个节目 这个也就是能看得出来 现在国民党他知道他缺的就是年轻人这一块的选票 在这个地方必须要依靠赵少康 由他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当然中学生这个还是比较小一点 理论上应该去大学 但是大学现在基本上被民进党所霸占了 不容易进去 你像赖清德经常就去大学讲演 所以大学那块阵地其实是很重要的 他们的年龄也合适 中学生虽然很热情 但是年龄可能还没有到达投票那个坎儿 但是至少是一个现象 就是反映出现在在国民党内部 他们是知道年轻人的支持度不高 因此要打开这个地方呢 现在在靠赵少康 赵少康用他过去做媒体人的经验是可以的 他说话年轻人能接受 我觉得是一步可行的好期 至少可以告诉外界 赵少康和年轻人之间 是有一定的共同语言的 或者说能听得懂 能理解年轻人的心声 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 那今后估计赵少康还会在年轻人的平台上呢 频频的露面 如果能到大学去说说话会好很多 那我们看看后面 赵少康还有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这个是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打开年轻人这个市场 这块呢过去因为都是民进党的 或者是柯文哲的 年轻人对传统的古老的死板的国民党 这个观念不容易改变 那赵少康可以尽他一点微薄之力 稍微做一下沟通 对他的选举没有坏处 同时你也能看到赵少康的口才 在这个时候是可以发挥的很好的 没有问题 他应该能把这个局面略微的把它融化一下 打开一下 给国民党稍微的增加一点热度 这个赵少康能做得到 我们看看他有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能够在大学 能够在其他的年轻人所喜欢的平台上出现 这个呢是对他有帮助的 好今天说到这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